在進入今天的節目之前 先讓我們進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今天這集要聊的Heptabase 是我自己非常喜歡的一個學習軟體 因為現在資訊都被散落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通常我們要把這些資訊統整起來 就會用 Word 之類的文件筆記下來 但這種一行一行的文件結構 其實比較適合用來表達事情 對於理解事情的效果相對就比較差 那麼之所以要做筆記 主要是為了要幫助 幫助自己理解或記憶事情 而人在學習或理解的時候 通常更是用樹狀圖的方式來進行的 你學的一個概念會連結到很多其他的概念 想要看懂這些概念之間的關係 才會真正的理解一件事情 這就是我覺得Heptabase很棒的地方 Heptabase的原理是要用白板加上卡片 讓你可以把概念之間的關係畫出來 雖然看起來很簡單,可是效果卻意外的好 像我們平常用來做腦力激盪、窃視消化資訊 整理資料等等都覺得效率高很多 那如果你是常常要接觸新資訊的人 欸,小子,你怎麼會在裡面靠嗎 你在靠什麼 超級有畫面 對,就很哀傷了 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新年快樂 今年的連假大家想好了怎麼過的嗎? 那今天主題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電玩遊戲 那這個推薦喔,因為讓大家可以在過年的時候跟親友啊一起玩 或者是可以利用難得的長假在家呢,好好享受遊戲的大作 那這次一樣,找了去年又一起來跟我們聊聊的好朋友萊斯 嘿,哈囉,你好,我是萊斯 好,那這一次呢,我們稍微改變了一下形式 就今天準備了幾個過年可能會遇到的情境 然後呢,我跟萊斯要根據不同的情境推薦適合的遊戲作品 好,那我們第一個情境就是過年很容易大魚大肉嘛 然後很容易吃得太飽 所以我們想說來推薦一下可以邊玩邊幫助消化的遊戲 我覺得如果有VR的話 OK 有VR的話我覺得健身環大冒險 喔,這個很久以前的遊戲耶 對,可是因為你是剛吃飽的情境 所以你剛吃飽如果你要做那些動作 那邊超多深蹲的,你真的可以嗎? 沒有沒有,你剛吃飽你肚子會喝那什麼佛跳牆啊什麼都是水 你這樣一直動對身體不好 OK 所以如果說你只是做一些肌肉訓練的話 你可能就不會那麼累或是那麼不舒服 哇,這個很硬耶 就是健身環大冒險是一個以張力為核心的一個遊戲 它其實是蠻好玩的 如果大家平常沒有在運動的話 前面你認真做個第一週第二週 應該真的都會運動到 但就是有點累,它沒有非常多的深蹲 可是我覺得這一題是偽命題 OK 沒有人在過年吃完年夜飯 還要真的運動的 怎麼可能 你有嗎?你有要運動嗎? 我過年,過年我還是會簡單動一動好不好 因為我的電視前面就有放那個腳踏車 所以我就在那邊邊踩腳踏車邊看動畫 對,我現在是有個綁定 就只要我看動畫我就要踩腳踏車 我以前也是這樣欸 那現在為什麼沒有? 因為動畫太好看了 會停下來嗎? 一次要看12集 後來聽人家講說那樣騎腳踏車會恆溫激溶解是不是? 不能騎太久啦 基本上我比較建議大家 你如果你要做這樣子的長有氧 你要做40分鐘 你可以慢慢做,但是要做40分鐘 所以你就是看兩集動畫 一集的話有點可惜你其實受不了什麼東西 而且更糟的是我後來開始看錄劇 錄劇太長了,那沒有辦法這樣看 好,那剛剛這個來勢推薦完了 那再來換我推薦 我推薦的是這個 Switch超級舞動瓦利歐製造 這個遊戲大家可能是不太清楚 但是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又一個的任務 然後它會讓玩家應對一波又一波的這種 微遊戲的快節奏迷你遊戲 基本上大家可以想像是瑪利歐派對 但是變成了瓦利歐 那瓦利歐就會去做很多任天堂 他們原本不想要做的那些事情 就拿瓦利歐這個系列來嘗試 是嗎?是他們不想做的事情嗎? 對啊,他們曾經有在那個 我之前看是炎天聰吧 他就有在講 他就說反正就在這個系列裡面 他們會去做一些他們想要嘗試 然後試試看的東西 我非常喜歡瓦利歐 我也很喜歡 他小時候的遊戲好好玩 他在Wii年代嘛 對,這是更早的GBA年代 就已經有了瓦利歐大冒險 然後他裡面還有一些很白色 他裡面不有CD嗎? 然後那個CD就是還可以就在那邊轉 就是自己拿那個遊戲機在那邊轉 然後就播放 他就會把這種很多好玩的互動放在裡面 所以在裡面遊玩方式 可能有像雙手握住這個Joycon 然後活動全身來嘗試的一些通關小遊戲 或者是像是釣魚啊 打棒球啊 打排球啊 挖地洞等等的 這種打怪等等的 所以呢 他裡面其實會有很多種 需要激烈擺動身體的小遊戲 像是肌肉鍛煉啊 或是挑戰那種高速反應的小遊戲 一樣他裡面會有派對模式 二到四個人可以一起通關一起競賽 是個真的可以邊往邊幫助消化的遊戲 對,可是我還是建議 如果說你單純只是為了這一個的話 然後呢金幣去購買星星 這過程當中你會有些陷害 然後每個回合 大家前進了幾多人之後 就會有一個小遊戲 那個小遊戲裡面可能會有 例如說射飛彈 或者是被鬼追 然後各自都很簡單 你可以大概在三到五分鐘內學會 然後再透過一個一到三分鐘 就直接把這遊戲結束 所以因為每次都會有很多不一樣的變化 所以是一個很容易 大家就開始取笑別人啊 或者是鬧 但是也不用擔心 如果你落後了 任天堂的遊戲 最後一定會給你一個逆轉的機制 所以會讓你玩到最後都是保持開心的 不是啊,我個人不是很推薦 跟競技一起打電動 這不是什麼 不是啊 你們才剛投完票 一定會有一些摩擦什麼的 還好啊 友善包容 我是覺得 如果是要跟比較長輩一點的打的話 太古達人好了 太古達人 可是你們會不會歌他沒有共鳴 不需要共鳴啊 因為玩太古達人我也很多沒有共鳴 可是那個東西他就是打節奏的嘛 OK 對老一輩的他們要玩這個可能比較簡單 可是我覺得親戚有很多種 也有可能是你 可能媽媽的姊姊的女兒 可能 欸,長得不錯 我知道三等七以內是不行的 可是我覺得正妹的朋友通常也是正妹 你可以先跟這個親戚打好關係 那你可以就選一些有趣的遊戲 例如說像什麼 很遠欸 不是,就是拓展你的生活圈嘛 好好好,沒錯 像Overcooked這一種 他大家就是很簡單 然後可能你家的親戚什麼的 也會做菜啊什麼 他的幾個步驟是 你可能要先切魚啊 切菜 然後把魚拿去烤 馬上分工 對,他有一個分工的流程 那大家玩起來會 不會那麼順利 會很鬧 那大家玩起來 應該也是會蠻愉快的吧 這個我覺得更適合 馬上想要讓彼此 開始建立那個熟悉感的時候 例如說你可能很少跟這個 堂哥、堂姐碰面 就是玩一個 大家馬上就會開始變熟一點 對,就是年輕一輩的 沒錯 母胎單身是 就是因為長輩他們啊 他們可能會願意跟你一起感受 可是他們並不想要拿起那個遙控器 來打電動 那所以如果說你玩這種 劇情選擇導向的 放在電視上面玩 大家一起玩 然後一起做那個選擇 然後看一下說 欸,好啊 那丈母娘你都說要選這個 我們就選這個 來看看結果會怎麼樣 所以這個是一些就是戀愛遊戲這樣子 對,在讓他們做一些價值觀的碰撞 欸,你會怎麼選啊 實際上可能會發生什麼狀況 剛剛在那邊講說就是不要 就是不要起爭議 然後現在又是一堆爭議 因為每一個人的親戚在家裡的那個氛圍是不一樣的 是吧 先稍微研究一下 就他不要太輕易的嘗試 過年,很可怕 好,再來第三個呢 是過年期間很多人都會回家像過年嘛 老同學們大概可能會趁這個時候一起見面聊聊 所以我們想說來推薦大家一下 可以再多人一起玩 然後沒有玩的人在旁邊也不會無聊 可以加入一起起哄的遊戲 這個其實我那時候一想的就是Overcooked 因為大家看著手忙腳亂 然後別人就會在那邊講說 你趕快做那個啊 哎呀,你怎麼很爛 你怎麼那麼笨 對,然後有的人可能很有那種領導氣息 或有人就是做一個東西超級快 就覺得哇,這個人很不錯 然後等一下結束了之後 大家也可以互相討論,互相稱讚 甚至是原本不想玩遊戲的人 也常常會因為這樣的東西就加入 然後開始玩 對,而且這個遊戲它上手很簡單 沒錯 然後又是單場制的 所以你可以這一個人 他這一場就先下來休息 馬上換一個人補上去 大家在那邊輪流玩的氣氛也是會不錯 對,那你推薦什麼 就有一支遊戲 它並不是主機遊戲或PC遊戲 它叫Cuckoo 這個你有玩過嗎 有有有,我們在派對上面都會用嘛 對,就是你可以設計很多題目 然後讓大家去搶答 例如說一個題它可能有四個選項 例如說 4777是屬於什麼樣的頻道 時事型頻道 故事情頻道 遊戲型頻道 跟色情型頻道 然後大家就可以選 那如果你選對了 你就會有一定的基準 那如果說你答對的越快 你的分數會越高 哦,這個東西我覺得很適合高中同學 就是剛剛講到的 就是大家回憶一下高中的一些事情 然後就可以順便 就是講講那時候發生一些鬧事這樣子 對,例如說志祺他的座號是幾號 哦,跟超多難 我到底幾號我真的完全忘了 欸,我全記得欸 你真的全記得 我全記得啊 我連國小幾年幾班我都記得 這個我國小我好像記得 但是我沒有記我的座號 欸,你一講我想起來了欸 天啊,馬上想起來 這種小時候的記憶 他一定會很深刻的印在你的腦海裡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因為我的座號 跟好像當天的日期同天 然後我就當班長了 我就叫他剛剛三年 突然想到 超衰欸 還不會啊,蠻好玩的 不會啊,沒有衛生骨掌那麼衰 衛生骨掌永遠是最衰的那一個 叫他去掃廁所,辛苦他 那還有咧,除了這個以外 那我覺得 瑪利歐驚奇吧 最近 最新的那個 對,最近不是也有得獎嗎 那個非常非常棒欸 對啊 那還有你剛剛提到的歪理 我覺得也很適合 就是一些party game 還有像party animal 我覺得也是很適合 那再來請一試 可能有一些人啊 他在過年的時候 其實很不想要跟那些 不熟的親戚朋友互動 然後想說啊 你吃完年月飯之後 就吵吵的就回房間 休息啊,打個電動 那我覺得 我這邊可以推薦一些 適合一個人自己玩 可以打發時間 但是又不會太空虛的遊戲 那這邊我會推薦說 如果你在打電動的期間 是有可能有人開門進來說 欸你怎麼都不出來啊 或是人家開門之後 端一碗佛跳牆給你 那我覺得你可以玩 最近要出人中之龍八 人中之龍八 這個的確是很殺時間 很殺 他就是很好玩的遊戲 他主線劇情就是很日本黑道 可是他是一個很熱血 然後很正派的人 然後在一路上 哇這次遊戲多久啊 二十年 有嗎?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蠻久的 他的故事很長 然後這一次是一個大終結 然後這支遊戲 他除了主線故事是很熱血以外 他的支線故事是一些比較ㄎㄧ 比較惡搞的劇情 就是你在玩的過程當中 就會看到別人一臉正經的 在做一些白癡的事情 對 例如說會有那種黑道大哥啊 身上都刺半甲 然後臉上有刀疤 可是他是穿著一個尿布 然後在那邊咬奶嘴 在那邊感受被保姆照顧的感覺 沒錯沒錯 然後裡面還有各式各樣的小遊戲 那樣子在玩 如果說有人忽然進來 你也可以去開個打棒球啊 或打保倫球給人家玩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在過年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常常被打擾 你們的時間雖然是可以很長自己 但是中間會一直斷掉 對 所以如果是帶一點點回合制啊 或者是單場制的遊戲 其實也是不錯 就是要隨時 真的可以暫停的遊戲 對不要是那種緊急跑 然後你要重新再進入 那個故事的時候 有點卡住 對對對 喔那你這樣子 這個我好像 就有一點點選錯了 我那時候就想說 啊可以玩龍脈長歌 那龍脈長歌就是一個 你要很進去 然後之後沉浸在那個故事線裡面 我覺得龍脈長歌 確實不太好 因為我玩龍脈長歌 它是國產的一個 虛擬型的遊戲嘛 我記得我有玩到哭 對 所以如果你吃完年夜飯 然後進房間在那邊打電動 玩龍脈長歌 進入那個故事 然後開始哭 人家一打開 哪個佛跳牆進來 你媽都傻眼 欸小子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在裡面靠嘛 你在靠什麼 超級有畫面 對就很哀傷啊 對那龍脈長歌是一個 我還是很推薦大家可以去玩 然後因為Sigono 他們最近呢 其實也宣布 就是跟極音社合作 即將推出 他們的下一個遊戲 這個應該是最近幾年就會推出了 大家也可以先把他們前面的大作都複習一下 我覺得Sigono好像每一支遊戲都是90%到95%以上的評價 對都很認真 非常厲害的團隊 但另外一個我覺得沒有錯 就是我選了那個戰神的DLC 他真的是Rogue嗎 我覺得很接近 就可以用那種想 然後反正你就是在那邊探索 而且你還是會得到一點東西 如果大家是喜歡戰神的 就是你會在那個故事裡面還是多探索一些 他不是一個那麼單純 就是我們直接進入一個競技場啊 一直往下 他不是這樣 還是比有用心這樣子 那我覺得如果你在這一個環境裡面 常常會有人把你叫出去跟什麼親戚人打招呼啊 我會推薦一些Rogue遊戲 那如果我覺得Rogue有分 因為Rogue本身就是一個單場制度 你結束之後馬上就從頭開始 那我覺得如果說你想要玩動作的話 有一支遊戲叫做湮滅線 它是Rogue動作 那如果你不是那麼想玩動作 或是你覺得你玩動作也是需要一些手感 要進入狀況的話 我覺得一些卡牌制跟回合制的遊戲也可以考慮一下 嗯沒錯 那再來行進舞呢 就是今年過年的連假最後一天是情人節 所以我們想說來推薦一下情人節 當然適合跟情人一起玩的遊戲 有沒有什麼適合跟情人一起玩的遊戲呢 最近啊 搶著我朋友 他製作了一個管理員的窺勢 這聽起來不太妙 他很適合可以跟女朋友一起玩啊 為什麼 他就是在講說一個男生他畢生的夢想 就是到那個女生宿舍裡面去當管理員 那因為你知道女生宿舍大家都有很多需求嘛 那你必須說人家如果有需求的時候 你要隨傳隨到 你要怎麼樣辦到這件事情 就是在各個地方裝上攝影機 這樣子他們只要一碰到麻煩之後 你表情怎麼回事 我覺得超可怕 這整個是要抄政治無論覺得 超級像犯罪 不是 這是遊戲嘛 這是小黃油 那這一支遊戲 他也是國產遊戲 目前好像也是賣得相當好 出來沒幾天就壓倒性好評 哇 那是蠻厲害的 而且他前兩天有宣布說要出去做 他做得很快 OK 是品質很不錯嗎 我覺得他品質很不錯 他的立繪是找到一個台灣的色情漫畫家畫的 OK 做得蠻細緻 而且他不論是立繪 還有他的像素模組都做得相當好 然後內容上也是蠻多變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我最近玩到的 叫做不同的冬天 OK 他是一個解謎敘事遊戲 那他的特色是兩個人 你們看到的畫面是不一樣 可是會很類似 所以他會一定需要語音溝通 那我覺得就很適合跟女朋友 各自回老家了 所以不同地方 或是你還在曖昧階段 想要更進一步的話 那這一支遊戲我也相當推薦 就是你可能跟對方個性沒有那麼理解 因為這支遊戲他需要大量的溝通 然後我看到的畫面 跟你看到的畫面會不一樣 所以如果我要求你要做什麼解謎 我會需要大量的跟你溝通 強制開啟對話 對我覺得在這個溝通的過程之中 你很容易就可以判斷說 這個人適不適合你 而且這個概念其實很有趣 這個概念如果製作成 包含了一些興趣的討論 什麼的 或是一些好笑的 就自然而然就可以加深大家的感情 因為像我上次玩 我這邊看到的畫面 就是動物的畫面 然後就很可愛 可是另外一邊看到的是一個 Cyberpunk的廢土世界 OK 然後因為你需要平台解謎 要跳躍要幹嘛的 因為我看到的畫面 跟他看到的畫面不一樣 然後他遊戲有設計 你們必須要兩個人互相溝通 然後依照順序可能要做一些事情 你們才能夠過這一張地圖 懂 所以我覺得相當適合 OK 我想的東西是比較單純 我想的就是這個雙人成形 這個就是很適合啦 因為他很可愛 我就在想說 男生跟女生在傳統上面 還是比較容易對於 這個視覺的風格有不一樣的追求 確實 可是雙人成形就是一個很大眾的 大家都會喜歡那個風格 然後他也沒有到那麼的難 而且他會有互助的橋段 你要去做什麼 然後我才可以幹嘛 所以一樣會有一些溝通 這支遊戲去年我們是不是推過 有我就有推 明年你還會找我嗎 有可能吧 我們一樣都一直推這個 明年你找我我也推這一支 不是因為雙人成形 我覺得如果你還沒有玩過 然後你對遊戲是不排斥的 這支遊戲就是 目前這個地球上最強的雙人合作遊戲 好最後一題 這次過年年假有七天 我們難得有長假可以自由的運用很多天 那我們就推薦 值得在過年年假時間玩的 2023年必玩新作 我覺得我這邊要直接推薦 這個入圍了2023TGA的這個遊戲大獎 最佳年度遊戲的作品 超級瑪利歐兄弟驚奇 我覺得超級瑪利歐驚奇 真的是讓我很驚豔 你就覺得說瑪利歐這個東西 他已經不能夠變出什麼樣的花樣了 但是你在玩的過程當中 你會感受到這個團隊很認真的去考究了 瑪利歐的樂趣在哪邊 哪邊東西造成了 例如說對於新手的不友善 他玩到中間可能會開始讓你疲勞的時候 他這邊插入了一些讓你繼續遊玩的東西 從一個遊戲工業的角度來看 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很厲害 然後又很簡單的設計 我鼓勵所有曾經 瑪利歐在你生命當中 有一點點回憶的人去碰一下 你剛剛的敘述其實放在手遊也是可以的 也可以啊 就是當你玩到好像沒有新的東西的時候 他又開放了新的東西給你 因為這就是創造你的 可能有的時候會覺得套路感很重 瑪利歐驚奇就沒有 確實 厲害 那另外呢 你不然推出什麼 我後來想一想啊 我覺得 如果看這個頻道 他可能平常並不是那麼常接觸遊戲 那他可能會很想要很快的 可以獲得些什麼 OK 那我覺得 Marvel's Spider-Man 2 蜘蛛人2 他是2023年 我覺得 甚至 不要講2023 甚至我覺得 他放在目前為止的 超級英雄主題的遊戲裡面 他應該有到個前一二名吧 我覺得絕對有前三 然後前三的話 就可能看大家習慣的打擊幹 或不一樣 可是他真的 你看像那時候PS5一出來的時候 他就是第一波手搭的遊戲 那個世界場景非常非常的漂亮 他的建築啊 什麼都做得很細緻 而且原本玩了一代 又玩了續作Miles 就是有黑蜘蛛人 對Miles 他那時候就覺得 欸 這支遊戲差不多就這樣了 因為從蜘蛛人1到Miles 其實沒什麼進步 到了二代的時候 他讓兩個蜘蛛人都同時出現在故事裡面 然後他故事交代的 我覺得也還算很清楚 再加上 裡面的笑料跟一些玩的東西 雖然是開放世界 可是他不會讓你覺得說玩起來很重複 他就算是同一個類型的支線任務 他也會分不同的遊戲方式給你 我覺得玩起來是很豐富 而且劇情表現 我覺得都還蠻優秀 我覺得也一樣是一個 看到製作團隊很認真的對待蜘蛛人這個IP 就有的時候我們看到一些超級英雄遊戲 就是覺得他就直接套一個皮 他把另外一個東西拿來 然後就把你粉絲嘛 你就看到你就買 但是這個沒有 我覺得這是很不錯的 那還有哪一些你覺得一定要玩 我覺得薩爾達王國之類 也是超級值得推薦的 他也很厲害 前作續作都是 那他的玩法上很自由 我覺得這一支遊戲 他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他會讓你的沉浸感很足 沒錯 他裡面的音樂啊 像一般來講是不會給你 可是當你劇情可能推展到某個時候 他那音樂忽然一下 真的是全身雞皮疙瘩都會爬起來 我覺得王國之類 他有點像是薩爾達 在更強化他的那個Minecraft的感覺 就是你可以動手做很多的東西 那這時候可能大家要去考慮 就是你是不是一個喜歡 那麼長時間遊玩的人 然後以及你是不是那麼喜歡動手做 因為在那裡面他那個解謎又變得更加的 需要你動手一點點 這個是可能大家要討論一下的 可是我覺得如果你本身不是一個很近的人 或是你是一個容易感到寂寞的人 我覺得不要玩 尤其不要再過年玩 因為我在玩的時候會覺得 我今天什麼事情都沒做 可是我也玩得很開心 可是一天的時間就沒了 會有一點點空虛感 會有一點 我今天到底做了些什麼事情 然後我講不出來 可是時間就沒了 然後因為他又是一個人 而且他音樂也不是隨時一直都有 他會有一點空虛的感覺 對 因為他畢竟就是那個過程本身 就是他想帶給你的體驗 有這種感覺 然後如果說單人玩魂系的話 最近有一個韓國的新品 叫P的謊言 P的謊言他在講什麼 他就是講皮諾秋對不對 小蜜有叫皮諾秋嗎 那他就是以他為主體 做個童話故事的遊戲 那這支遊戲 我覺得他在打擊感 畫面的塑造跟他的故事都做得很好 因為像迪士尼的木偶奇遇記 其實也不是原版嘛 對 它有改變 那這個韓國的皮諾秋 他就是韓國版的木偶奇遇記 所以他的故事會 或是人物有很多會跟你知道的一樣 然後有很多也會跟你知道的不同 那我覺得他也是打擊感相當好 體驗相當愉快的一支遊戲 那這個團隊他們之後還會再做 可能愛麗絲夢遊仙境 什麼之類的 他們已經有預告了 那如果說你是對音樂 可能有一點興趣的話 去年的Hi-Fi Rush 我覺得也是不錯 這個是怎麼樣的遊戲 他就是一個動作遊戲 然後你要依照節奏才能攻擊 你的每一下攻擊必須打在節拍上 就是鷹游 他是一個engame 我覺得都算 都算 然後混在那個灰色地帶 看看遊戲新的類型 對 它有一點難分類 如果音感不好的人打起來 有點痛苦 對 確實不要 確實不要 好 這個我來玩玩看 好的 那今天這集的過年特別企劃 就分享到這邊 我們謝謝來次來跟我們聊聊那麼多東西 那也歡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區 分享自己推薦的遊戲 或是今天提到的作品當中 你最喜歡哪一部 那最後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可以一起來認識好的遊戲作品 那麼 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明晚再見囉!